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人做事要诚信 古时候有个商人渡河时翻了船 他大喊救命 恰巧一个渔民就在不远的地方 商人大声喊道 谁来救救我 我愿意给他一百两银子 等渔民把商人打捞上岸 商人却当场反悔 只给了渔民十两银子 过了不久 商人的坐船在河里出道石头沉没了 这次渔民没有敢去救他 只是自古自的打鱼 别人问他怎么不去救人 渔民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被他欺骗过一次还不够 难道还要第二次自取其辱吗 不讲诚信 势必遭人唾弃 实行一次 就会彻底失去人心 再也追悔不及 老祖宗告诉我们 言必信 行必果 说出的话 许国的承诺 就算千难万贤也要说到做到 春秋时期 吴国公子姬渣拜访许国国军 徐军见到纪渣妖精悬挂的宝剑 精美绝论 忍不住透露想要这柄宝剑的想法 纪渣看在眼里 心想自己使命还没有完成 等到出使归来再把宝剑送给徐军吧 后来纪渣完成了出使禁国的使命 再来看望徐军 可是听说徐军已不在人世 随从问他 徐军已经死了 宝剑要送给谁呢 纪渣却说 当初我的心里已经许下了诺言 把宝剑赠给徐军 怎么能因为他现在死了 就违背我当初的诺言呢 于是纪渣解下腰间宝剑 挂在了徐军墓旁的树枝上 纪渣挂剑 心诺千金也成为一段佳话 告诉我们 心里许先的诺言也要信守 更何况从我口出 从人而入的承诺 诚信待人 人也必诚信相待 人没有诚信就像车轮没有车轴 无法运转前进 诚信不仅是一种人格魅力 更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诚信是做人做事 不可或缺优良品质 是一个人在社会立足的 倾听著实 二 品是最大的靠山 蔡根坛中说 德者财之主 财者德之奴 有财无德 如家无主 而奴用事矣 几何不亡两猖狂 看人 人品永远要摆在能力面前 与其用一个人品不佳 才干出动的小人 不如用一个才去平平却忠厚老实的君子 能力可以在实践中提升成长 但人品有亏 就像立即没有打好的大厦 无论做出多么显和的成绩 早晚有一天 会因为人品不好 而土崩瓦解 毁于一旦 人品不好的人 能力越大就越危险 秦桧 为世人熟知的是 他里同外国卖主求安 构陷一大名将岳飞 致使岳飞亡死 中原陷落 南宋偏安 曾经的秦桧也意气风发 宋徽宗正和五年科学考试 前三名之一 是天下人读书的榜样 但最后导致 南宋秦桧二帝被金平掳走的 土地和人民保偿外族侵略之苦的 也是他 一个人的能力是发动机 那么人品就是方向盘 人品永远比能力重要 没有人品掌舵 能力就会变成脱降的野马 偏向的宇剑 绝地的江河 危险紧催其后 用人要用人品好的 交友也要交人品好的 人品不好的人 一定要敬而远之 晋国想吞并比林的小国 渝国和国国 两个小国实力虽弱 却守望相助 纯齿相依 晋国一直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于是晋国准备了宝马美誉送给渝国 渝国国金 欣然接受了晋国的礼物 和晋国联盟 背弃曾经的盟友国国 不过多久时机成熟 晋国要求借到渝国攻打国国 大胜而归 渝国国君亲自出城 犒劳靖国大军 结果被晋国挟持 晋军则趁机占领了渝国 渝国国君滚衣华服之下 却隐藏着败续般的人品 成语 假徒灭国 淳王齿寒 都出自这个典故 只因渝国贪图利益而放弃信义 出卖盟国 结果自食恶果 好的人品是扬之甘露 任务无生理 滋润着人生的大树 坏的人品是糜烂腐物 腐蚀他接触过的一切 最终同归尘土 三 有信则利于士 有品则行天下 古人云 乱世小人称君子 小人得志 君子受辱 小人其在君子头上的事 在我们这个时代屡见不鲜 但人有人伦 天有天理 人品不好的小人 逃不过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坚守信义的君子 总会得到老天 眷顾必有 地狱之下还有地狱 小人之下更有小人 而我想说 人生一世 但求无愧于心就好 孟子曰 养不愧于天 腹不坐于人 孟子见梁慧王时 梁慧王问他 年千里迢迢来到我的面前 是要为我争取最大的利益吗 孟子得的说 何必要说利益 仅仅是追求仁义而已啊 过往进来太多人人知识 都在做着同一个选择 诚信淡人 人品优良 诚信和人品缺一不可 拥有了这两样法宝 脚下陆路通 人人都敬重 一生远是非 余生无负累 今天的分享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明晚时点 我们不见不散